父親包含陳生 陳生其實每一年 他都會開演唱會的 62歲陳生 26年 連續26年 可是他2020年 健檢發現口腔腫瘤 所以他到醫院 動手術取消了 他早年也是抽菸檳榔酒 香檳酒是誘發口腔腫瘤的危險因子 他的風險是一般人的123倍 是 只要香菸加檳榔加酒 包括他口腔炎 包括食道癌的風險都是會高的 而陳生大哥他在早年 真的這三個都是他的好朋友 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有去聽過他的演唱會 所以他今年取消真的很可惜 他是唯一聽過演唱會裡面 你會覺得相當有微醺的感覺 因為那個酒意非常的明顯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裡面 最有意思的一段是 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弟子 就是劉若英 是我們的影后 那劉若英當年他弟子的時候 弟子不都要幫師傅跑腿嗎 那有一次他就是幫師傅跑腿去的冰糖攤 買了檳榔之後 那個檳榔攤的老闆就非常的語重心長的跟他說 你都已經得了影后了 就戒了吧 他就一直以為劉若英是一個有吃檳榔習慣的影后 他就覺得原來其實我是幫我師傅買的 所以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有一個插曲 可是他其實已經漸漸都戒掉 但是還是出現了口腔腫瘤 好 我們歡迎侯主任上前這是口腔癌的權威 這兩個個案告訴大家 一個三十八歲的男性鼻音癌十年前放射照射之後 他過去都是嚼食檳榔跟抽菸的習慣 對 這位病例事實上是 他一直有這個嚼食檳榔跟抽菸 還有喝酒 那即使是他十年前有一個鼻音癌 在放射線照射之後完全痊癒了 那他也已經戒冰戒菸了 這個檳榔或者是抽菸的危害是非常久的 所以他在鼻音癌罹患之後的十年 又產生另外第二個腫瘤是在口腔癌 在右側的舊齒後有一個這個口腔癌 那這個是臨床上面的圖片 大概就看到說他有一個一直沒有癒合的這個潰瘍 一直在持續在那個地方 所以真的是有嚼食檳榔跟抽菸 還有喝劣酒的話 的確是口腔癌的一個高危險的一個因子 那台灣事實上有所謂的一個不好的世界第一 我們講說我們有護國神山 台積電現在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台灣也有一個口腔癌的發生率 全世界最高 每一年全世界的這個口腔癌 大概有六十五萬七千個 在台灣大概有四千個到五千個的這個新的病例 那對於這個如果算十萬人來講的話 全世界平均數值是每十萬人裡面有九個 但是對台灣的男性而言 每十萬人裡面有三十二個之多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的機會 得到口腔癌的這個機會 事實上是全世界的這個三四十倍之多 今天主任還帶了這個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平常在做口腔癌檢查的時候 我們所用的一些所謂的這個道具 那一般來講我們是 我本身是一個保病科醫師 我們會帶這樣的頭鏡 那就是可以對光 然後看把病人的嘴巴撐開 就可以看得特別的清楚 這個鼻咽內視鏡或是口腔內視鏡 那進去做一下這個檢查 然後可以伸到病人的這個嘴巴裡面 然後對患部做一個仔細的這個檢查 我是光文英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 去